以來南方澳黑鮪魚大樹的季節到來 地面上滿滿都是剛捕撈上岸的黑鮪魚 累積到26號交易量也剛好破了纖維 但是當地的餐廳鮮業沒有人潮 再多的黑鮪魚都只能夠先在冷凍庫裡面存放 價格直直落 相對的價格比疫情之前 每公斤的拍賣價差了一兩百塊 來聽一下當地的漁民怎麼說 價錢比往年都低很多 但是漁民們為了要補貼漁工的薪資 還是每天都得出海捕魚 漁會除了希望政府能夠比照去年的紓困方案 補助漁民 也將部分的黑鮪魚加工 趕製成罐頭希望幫助漁民們度過這一次的疫情難關